为了让大家过了快乐的狗年 有意义的狗年 我们在这里有九个主题 来跟大家分享 狗是知多少 废犬之用大于碎尸 狗跟八卦的关系 贴心如狗般的朋友 白云仓狗 你累得像狗吗 狗年不可不知的趣闻 国画中的狗你知多少 从狗的身上 你找到什么样的题目 在这些主题当中 相信你对狗的价值 狗的意义 狗的特质 狗的面面观 你会做非常广大的了解 深入的了解 提供你生命的观念 过一个丰富的狗年 在这里祝福大家 祝大家美满 一切顺利 吉祥主义 吉祥主义 感谢观看